美国人所崇敬的上帝真的存在吗 这座小岛上来了一位年轻的神父 彻底让岛上的人们对宗教信仰陷入了狂热状态 这天岛上的居民来参加弥撒 保罗神父让一个双腿瘫痪多年的女孩 从轮椅上自己站起来领取圣诞 此时所有的人们都认为神父是在开一个天大的玩笑 女孩的爸爸对神父提出了质疑 教师格林甚至觉得这是对残障人士的一种侮辱 连忙起身阻止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这不可能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 女孩丽莎竟然真的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此时教堂中的所有人都惊诧不已 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然而这种奇迹不单单只发生在丽莎的身上 每周按时来教堂参加弥撒的人的身上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莱莉的妈妈老花眼不再花了 缠着莱莉的爸爸多年的腰部疾病也突然不见了 心情极好的两人伴着音乐声翩翩起舞 第五作罢 妈妈拉起爸爸的手消失在了视野中 我猜两人一定是去做大肠包小肠实验了 华伦与莉莎乘坐小船漂浮在海面上 将出吻献给了彼此 莱莉也趁着夜色来到了初恋格林家中 两人喝着咖啡念着过往 慢慢的 两人又找回了初恋时的感觉 然而变化最大的非医生萨拉姆金莫属 这个卧床多年并患有老年痴呆症的80岁老态 不但能下床行走了还重拾了所有记忆 这天莉莎不请自来地来到了大胡子老乔家中 她终于解开了心结 原来老乔就是当年造成丽莎双腿瘫痪的罪魁祸首 老乔因为喝酒误了事 从而发生意外导致丽莎双腿瘫痪 丽莎向老乔吐出了这些年来她所有的委屈和愤怒 最后善良的丽莎还是选择了原谅 现在岛上参加弥撒的人都发生了真真切切的变化 所有人都看在了眼里 原来不相信宗教的人也开始变得不得不幸 从此以后来教堂参加弥撒的人都坐无虚心 可就在这天保罗神父在宣扬教义时 突然双腿一软晕倒在了地上 医生萨拉检查后觉得病无大碍 可就在她晚上回到教堂时 便再一次倒在了地上 她全身抽搐 口中还会不断吐出粉红色液体 她这是怎么了 怎么和老乔的狗子中毒时的情景如此相似呢 难道说是老女人基恩给神父下了毒吗 那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患 阅 患